第252集 与此同时,帝都某酒吧的包厢内 干杯,第一杯为我们顺理杀仙干杯 第二杯,为小爷我未来将要荣灯影帝宝座干杯 宫旭今晚嗨得不行,很快一大瓶酒就被他给喝光了 他自己喝不算,还非要拉着夜晚晚一起喝 旁边的寒线雨见状醋眉,端着酒杯走过去 宫旭,差不多行了,我陪你喝,夜白不会喝酒 不要不要,我就要夜哥哥陪我喝 宫旭一边说着,一边凑到夜晚晚的跟前 夜哥,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要问什么 夜晚晚手里晃动着酒杯,指着下巴朝着宫旭看去 虽然夜晚晚喝得不多,还没有醉 不过,昏暗的灯光之下,微醺的眸子水光炼眼,简直惑人到犯规 宫旭看着看着,不知道为什么脸越来越红,整个人都傻在了那里 说话呀 直到夜晚晚催促,宫旭才回过神了,醉醺醺的问 夜哥哥,你,你有没有火 夜晚晚不抽烟,自然没火,于是回答 没有啊,宫旭顿时咕噜 胡说,那你是怎么点燃我的心的 夜晚晚顿时满头的黑线 寒线雨和洛晨都无语了 夜哥哥,我有个超能力,超厉害的超能力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超级,超级喜欢你 啊,夜晚晚以及众人,全都无语 宫旭继续盯着夜晚晚 夜哥哥,夜哥哥,最后,最后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夜晚晚白了他眼 你什么都喜欢吃啊 不对,我喜欢吃吃的看着你 这家伙醉晕了头了吧 居然把他当女人聊 众人看到宫旭在那发酒疯 全都笑得不行,一阵喧闹起哄 角落里,飞扬也是喷笑不已 坐在寒线雨一旁吐槽着 宫旭这小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弯了呢 寒线雨压根就没有听到自家的经纪人在说什么 而是静止起身,朝着宫旭和夜晚晚的方向走去 宫旭那小子喝得摇摇晃晃的 整个人都要黏糊在夜晚晚的身上了 寒线雨不动声色地,一手将宫旭提起来 宫旭,不跟我喝一杯 宫旭哥,喝呀,来战 宫旭亮亮强强地举着杯子,身形一晃 眼见着又摔到夜晚晚那边去 寒线雨再次伸手捞住他 明显是怕他撞到夜晚晚的身上 随后又在宫旭和夜晚晚之间的位置上坐下来 隔开两人 跟宫旭喝了几杯之后 寒线雨神色温柔地对一旁的夜晚晚开口 少喝点,毕竟你是 这回,刚才还在拿宫旭开玩笑的费羊将住了 这,这是什么情况 他怎么觉得寒线雨这么照顾夜白呢 而且对夜白说话的语气都要比对别人温柔呢 这边,宫旭见寒线雨抢了自己的位置 顿时又要闹 好在这个时候去上厕所的夜木凡即时赶到了 夜木凡刚上完洗手间回来 就看到宫旭又在作死 顿时拎起他,然后一屁股将他给挤开 干嘛呢,要发酒风一边发雪 别来黏着我家夜白 见夜木凡回来了 寒线雨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胡说,夜哥哥明明是我家的 呸,你家的,你想得到没 宫旭想了想,腿儿求其次 那,那我是夜哥哥家的 这家伙还能再不要脸一点吗 真是的,一想到金兰奖结束之后 婉婉要告诉他真相,他就心塞 婉婉现在是男人都这样了 要是知道他是女人,还指不定怎么样呢 夜婉婉一开始还克制不喝多 到后来气氛起来了 一不小心,似乎就超过了一点点的范畴 不过,像是一点点,少许,适量这种词 本来就没有固定值嘛 随便怎么说都行了 叶木凡想着难得开心 今天又都是自己人 他这个哥哥还在呢,出不了事 所以也就游着夜婉婉喝了 宫旭牛皮糖一样地蹭过去 叶哥哥,来,喝,接着喝 夜婉婉这会儿已经半醉了 挑着眉,面上染着醉意 懒洋洋地开口 徐宝宝,我劝你别作死 据说,据说我酒品不太好 喝多了,喜欢打人呢 酒品不好,这点我可以作证 那太好了,我就喜欢被你打 公序满脸的不在意 吃瓜群众肺扬满头的黑线 他严重怀疑,宫旭真的弯了 不过就算是真的,也难怪啊 夜白这长相 诶,等等 他家羡羽对夜白这么温柔这么特别 该不会是也…… 费羊瞬间惊出了一身的良意 不行啊不行 回头,他可得好好地提醒他一下 不能犯错误啊 与此同时,四叶寒的车 已经停靠在了酒吧楼下的不远处 四叶寒和许义还有十一 坐在前面的那辆车子里 后面的两辆车坐着的都是暗卫 其中一个身形高瘦的青年 偷偷摸摸地下了车跑去超市 片刻后匆忙地跑了回来 买到了没有,买到了没有 众人急忙问 买到了买到了 买了三杯 老板说这种醒酒茶效果特别的好 高瘦青年急忙地开口 哎,只是有醒酒茶不行吧 我听说牛奶可以啊 牛奶买了没有 对了,还有蜂蜜 我刚才搜了一下 说是什么西红柿,葡萄,西瓜也行 不如都买一点吧 众人七嘴八舌地出着主意 每个人脑门上都是满头大汗 简直跟生死存亡一样 就在这时,风悬翼结结巴巴地开口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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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些是缓解不适的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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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缓解酒后头疼头昏的症状 不,不,不,不能,不,不能,不,不能,不能行酒 所有人顿时天崩地裂 不要啊,难道就只能等死了吗 稳住,别慌 有九爷,有九爷在呢 九爷会管的 我们不会有事的 高瘦青年安慰道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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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爷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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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宠婉婉小姐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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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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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一边看着婉婉小姐打我们的 可,可,可,可能性比,比,比,比较大 啊 扎心了 队长 队长 您能别说了行吗 给我们一点生存下去的希望呗 为什么感觉他们是被叫来当沙包的 酒吧包厢 今晚大家痛快地放松了一下 沙青宴终于结束 众人陆续告别离开 叶婉婉 龚续 洛晨 韩线宇 叶木凡等人正站在路边等车来接 龚续已经彻底地喝高了 这家伙喝得越多越残忍 洛晨 韩线宇两个人才扛住了他 叶哥 来PK啊 来打一架啊 没打过架的兄弟 那不是真正的兄弟 你不是说你喝多了喜欢打架吗 某只小狼狗此刻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作死 叶婉婉靠在叶木凡的肩膀上 醉意朦胧的眼珠子亮了几分 你 想跟我打架 对 来啊来啊 我现在可厉害了 龚续得意地不行 这会喝完酒一股蛮力 顿时挣脱了洛晨和韩线宇 便朝着叶婉婉扑了过去 叶婉婉虽然醉醺醺的路都走不稳了 可是在龚续攻上来的瞬间 身体却灵活得不可思议 只是稍稍一动便避开了龚续的攻击 龚续只感觉眼前一花 叶婉婉人就不见了 顿时气急败坏 靠 不算 是我喝多 喝多眼花了 龚续继续出拳 可是 叶婉婉就跟能预判她下一步的出招一样 每次都能提前地避开 几时招下来 龚续连叶婉婉的衣角都没碰到 反而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的 叶婉婉本来还想拉开龚续呢 见龚续完全讨不到好 就干脆站在那里看戏了 之前婉婉是练过身手的 而且还不错 躲掉龚续的攻击应该还算没问题 骆尘的面上则是闪过了一抹惊讶之色 因为平时叶白看上去太斯文了 如同食指不沾阳春水的金贵公子 他从来不知道叶白的身手居然挺好的 龚续虽然喝醉了 但这段时间的训练下来 他的格斗术对付普通人足够了 却一招都打不到叶白 龚续一脸的不甘心 越挫越勇 我就不信了 看小爷的厉害 对打了一会儿 叶婉婉似乎觉得跟龚续打有点无聊 有些不耐烦了 见龚续又攻上来 撇了撇嘴 这一次他不再躲闪了 而是瞬间一拳击出 下一秒 砰的一声巨响 叶婉婉的拳头擦着龚续的身体 以雷霆之势砸在了龚续身后那辆 高大的路虎越野车上 越野车的引擎盖 瞬间被那只白皙鲜嫩的手 硬生生地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旋即冒起了一股黑烟 竟然连发动机都被砸坏了 大家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这儿 听到巨大的声响 龚续下一世地转过身 龚续呆呆地盯着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正在冒烟的引擎盖 酒完全醒了 呆了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之后 龚续炸毛的猫一样 嗷儿地叫起来 嗖嗖嗖地窜到了骆尘的身后 整个人都抱住了他 妈呀 救命啊 与此同时 不远处 坐在后座的思夜寒 驾驶座上的许义 石衣 风悬义 私家暗卫们透过车窗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到了 夜晚晚在车上砸出了一个大坑的画面 众暗卫们惊呆了 佛祖保佑啊 此时此刻 空气依旧是一片死寂 骆尘盯着车上的那个大坑 也惊呆了 甚至都忘了把工序推开了 他今晚没有喝多少酒 车上那个大坑他看得清清楚楚 绝对不是幻觉 这是血肉之躯能做到的吗 韩剑宇的表情也是如出一辙 他只知道夜白喝酒喜欢不分男女的撩人 却不知道会这么暴力 叶木凡看着那个大坑 又看看摇摇晃晃的自家的妹妹 疯狂地揉着眼 工序已经完全不敢靠近夜晚晚了 一个劲地躲在骆尘后面求饶 叶哥哥 我错了叶哥哥 我一点也不想被打 完全没有被打的爱好 你不要误会 这一拳下去 他还有命在吗他 卧槽 什么情况啊这 叶木凡终于反应了过来 赶紧一个剑步冲到了夜晚晚的跟前 晚 夜晚 你没事吧 寒线雨夜忙走过去 压低声音问叶木凡 哎 他以前喝完酒 也这样 叶木凡满脸的懵逼 这 要是喝多了 倒是会发酒疯 但是 没这么夸张啊 简直要疯啊 他怕不是有个假妹妹吧 夜晚晚见叶木凡凡凑过来跟自己说话 双眸微眯 目光里满是跃跃欲试 怎么 你也想跟我打 出于求生本能 叶木凡连忙摆手 不不不 我不想 夜晚晚看看叶木凡 觉得他的脸还挺顺眼的 于是又朝着洛晨凑去 那 你呢 因为夜晚晚突然逼近 洛晨对上那双漂亮的不像话的眼睛 瞬间一阵窒息 大气都不敢出 更别提说话了 我 我 盯着青年俊逸而无措的脸 夜晚晚瞬间又退了回来 撇了撇嘴的 算了 你长得好看 不打你 听到这话 宫序差点哭晕过去 叶哥哥 我也长得好看啊 盈盈盈 卫毛对我这么凶啊 我的月夜 我的小车车 夜晚晚没有搭理宫序 看向最后一个没有被问到的沸扬 盯着他的脸打亮了一眼 然后决定 就你吧 你不好看 啊 费扬都快哭了 不 不带这样歧视我的吧 我不就稍微难看一点点啊 不对 我也很帅的好不好 只是被这几个衬托的帅的不明显 费扬刚才算是看出来了 叶白喝醉以后特别看脸 现场几个包括叶木凡在内 全都是大帅哥 就他长得普通点 但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歧视他 要打他吧 费扬表示受到了一万点的伤害 救 救兵 盯着车上的大窟窿 费扬都吓尿了 这时韩羡羽忙闪身上前 叶白 看到韩羡羽 夜晚晚的目光顿时亮了几分 男人温润如玉 气质温柔 令人如沐春风 小哥哥 要我给你算一挂姻缘吗 我算挂可准了呢 韩羡羽听到这话 顿时一阵呛咳 又是算挂吗 就不能换一招吗 对上女孩精亮的眸子 韩羡羽神色略有些不自然的开口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 夜晚晚不死心地追问 因为你给我算过了 夜晚晚闻言顿时一脸的遗憾 真的吗 那不如我再给你算一挂 你命里却 夜晚晚正要开口 韩羡羽却盯着她的身后 瞳孔疏然地紧缩 急忙在她开口之前打断她 夜晚 你 回个头 嗯 夜晚晚扭过头去 然后就看到 一人站在她身后几步远的黑色车子旁 脸色比这夜色还要清寒 夜晚晚眨了眨眼睛 又眨了眨眼睛 视线完全黏在了男人的脸上 盯着那张颠倒众生的脸 已经到了嘴边的话 顿时变成了 你命里 绝盖 韩羡羽和四夜寒 全都不说话了 夜晚晚盯着四夜寒 完全走不动道了 美人 你看上去很眼熟 我是不是 哪里见过你 一旁的韩羡羽呆了 这套路翻来覆去的只有这么几样吗 而且每次看到 都是看到这个男人 就会忘了所有的人 目光全都在他身上 四夜寒的余光 朝着韩羡羽的方向看了一眼 脸色明显还是很难看 如果不是他来了 他命里缺的 是不是就要换人了 夜晚晚盯着眼前的男人 且而不舍地追问 美人 美人 你可有欺世了 四夜寒盯着某只 让他咬牙切齿的丫头 面若寒霜地开口 有 四夜寒话音落下的瞬间 夜晚晚的脸色 几乎是瞬间便冷了下来 下一秒 夜晚晚的目光 如同利刃般朝着四夜寒身后的十一看去 是他吗 十一瞪大眼睛 伸出一根手指指自己的鼻子 夜晚晚的目光森冷 一字一顿地开口 那你马上就没有了 十一顿时全身发凉 什么 不 不好 不 不是我呀 这叫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端端地躺着也中枪啊 夜晚晚压根就没听十一的解释 神行一闪 一惊飞速 直接朝着十一宫去 夜晚晚朝朝凌厉 满是杀气 如同对方抢了自己的老婆 十一一路哀嚎着躲闪 不是 真不是我啊 后面那辆车旁边的几个暗卫分队长们 此刻都看傻眼了 我去 这都能打起来 这 这叫什么事啊 还讲不讲理了 十一被一脚踹在腿上 狗腿都差点被踹断了 九爷 救命 您倒是澄清一下呗 无奈自家九爷 刚才眼睁睁地看到 婉婉小姐叫别的男人小哥哥 说别的男人好看 早已经处于地狱状态 根本就没有听到她的求救 与此同时 喝醉酒之后的婉婉小姐的状态 更是地狱 她已经完全招架不住了 再这么下去 真的要没命了 十一实在是没办法了 眼见着夜晚晚来真的 朝朝下死守 顿时 把手往自己身后的 其他的安慰的方向一直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她 是他们 有点儿 是在女人的地狱状态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是她 是她 后面 这就是我 有点儿 感谢观看